趁着小长假,建议你们把网剧《疯人乐》捡起来,《疯人乐》围绕一根主线,讲了十个不同职业的精神病患者的故事,英剧的质感加美剧的节奏,每集都单独做了海报,内容都是关于发人深省的社会题材,距离你经常会偶遇老洗骨,只是他们的话风一般都是这样的,不得不说, 没停经分起来还真吓人啊,胆子小又很想看怎么办,这里给大家案例一个官剧专用手续,每句《This is us》第三季看点,温情催泪但上周,史上最高奔剧预计连续就回归了,第一集就拿下了感人的九点戏分,这一季开头是从Person兄妹的生日开始的,不过Kate因为求死不得,似乎并不开心, 很多颗父母CP的影迷,看了杰克和伊贝卡出狱的情境,才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天生一对,虽然杰克是个臭小子,第一次约会只带了九美人,还舍不得买雨伞,在他的真诚,还是打动了女生的心,为年轻Jake疯狂打扣大可不用担心剧透, 因为这部剧不是以剧情取胜的,亮点全都在细节中,天气转凉,不如何一玩《This is us》拍鸡汤,温暖一下自己吧,综艺心动的信号,看点,恋爱攻略胜不离婚的第二天,张雨琪就开开心心地去录节目了,这个节目就是心动的信号,素不相识的四男四女,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 彼此从陌生到熟悉在刀查,出火花,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小鹿乱撞,缺乏恋爱经验的单身朋友们,更应该看看这个综艺进修一下,比如收到发生礼物后,让男生帮自己绑头发,对方夸引衣服好看怎么回,特地为你穿的,洗碗式自然伸出手臂,让男生帮忙撸袖子,肢体接触很亲密,比女一女三追男二更精彩的, 是嘉宾分享的恋爱理论,张雨琪,年龄不是障碍,反正男人就没成熟过,光是这一句,就不知道了赢得了全天下,多少女性的掌声了吧,还有杨超越的灵魂模仿秀,没想到经理的剑包实力这么强,目前已经有六期节目可追,按照一天一期的速度,录完刚好更新,是不是太棒了? 国庆特别把影视种草鸡,的推荐就到这里了,希望以上有你喜欢的推荐,或者你也可以在留言中,跟我们分享镜,适合假期看的影视剧镜,祝大家节日快乐,这里还要预告一下,国庆期间桃红黎白不打烊,记得每晚都来找我们,明天见!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击货场